大家好,我是小伟 其实小伟,很多人一直以来 总是还是不了解我 以为小伟,什么两面插刀 还有人说,小伟,始终被小伟收买 其实,真正关心和支持土家的粉丝家人一看也知道 其实,真正土家,真正的有些事情,还是有些 不知道有些人是什么原因 他就那么的看不得,其实看不得整个土家 现在就成了几个帮派 那个混尸成了几边岛 有些支持谁家,有些支持谁家 也有支持我的 其实,今天在这里,小伟,还有个小伟,过来打伴来了 小伟想给家人说,什么事呢 2018年,小伟,身上插着这个缝本子 2018年12月5日 这是一个村民代表证 其实这个证没有什么权限的 也有一点点那个 就是我们村子里面,比如说 那个选举啊,还有那个 这个村里面需要开什么会议啊 都会叫村民代表去 这个代表是代表什么呢 代表我们村子里面的人 既然这个证,班花街的小伟啊 这个证在我们村子里面 可能八年后的年轻当中只有小伟 持有这个证 这个证最开始对我的认可是什么呢 我们村里啊,上期七十多岁的那个长辈 下期我们童年的那些年轻人啊 都还是觉得小伟这个人敢于说直话 就是说不那么微微说说的啊 就是喜欢说直话的人 才会选上这个村民代表 在这里我可以向全网的粉丝家人们 说明一点 说明一点什么呢 最起码小伟这个人的人品是没问题的啊 不然的话在我们村子里面 从来没有八年后的任何一个 拿到一个村民代表证 为什么要把这个村民代表证推选给我呢 就是在以后我们村子里面啊 有什么花长啊 有什么需要啊 就是在村里面可以 说实话 所以说小伟啊 既然 得到了他们的那个认可啊 小伟就要为我们村子里面的 长辈还有我们的晚辈 还有我们的兄弟姐妹们负责任 对不对 你像现在 网上把我们土家整个兄弟啊 取了那么多什么木狗子 什么木 我也取了个什么 什么什么我也 不好说出口啊 有感觉有点 不接受 太无辜了知道吗 经过这两期视频我想表达的就是 说心里话啊 像我做自媒体 只是为了记录我 我爸 我哥 我孩子 我们的一家的生活 一般都没有去拍过别人 其实我也 只是热爱自媒体啊 既然来到了这个平台 我们就要真真切切的 好好的把这个自媒体 记录自己的生活啊 让更多人看到自己的家乡 让更多的人看到自己真实的农村生活 生活有喜有悲 有哀有漏 不像有些网友不知道他们是 总会说别人那个什么什么的啊 像小伟说一次那个真心话 其实是为我们广大的网友负责任 明白的啊 还有通情打理的网友都明白 我不想在我们的自媒体背后 有那么多的那个隐藏 既然是记录真实的生活 就展现真实的自己 不管小伟啊 说出了谁的真话 其实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嘛 对不对 为什么要去 延伴自己过日子呢 对不对 真是一点最好嘛 很多人但是 往往说真话的人 总会被人喷啊 其实被人喷也无所谓 这条路上我觉得有必要啊 就是像我这样的人 走下去 还 还 还那个大家以后喜欢看短视频的家人们 一个 干净而温馨 而真实的一个自媒体 其实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但是呢 一直以来哈 自从小木 从我们村子里面走红之后 虽然说村子里面 陆陆续续都有人拍自媒体 其实这个自媒体嘛 对不对 哪家哪夫都可以拍的 拍的好拍的不好 你记录你的 他记录他的 就可以了 但是自从 小尾从韭菜沟回来哈 其实我感悟到 以前小尾以前很多人说什么什么的 去年的西瓜那个铺内打吧 小尾也没有靠任何人 拿到了 差两个名啊 就是去年的那个西瓜铺内在山亚 今天的那个西瓜铺内在韭菜沟 小尾真的是靠着自身的那个 辛苦创作两年的成果 得到了一部分粉丝网友的认可 和支持 去到了韭菜沟 到了韭菜沟之后 我看到了那么的五湖四海的 创作人哈 那么自信 那么成功 我觉得这个自媒体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所以说我坚持哈 哪怕一个人拍视频 我都还是每天坚持更新 把视频尽量的去把它做好 做真 啊 体现出我们 山龙的那个 那个 烘帽 烘土 人情 但是有些网友 始终就在我们土家的兄弟当中哈 你家里面 看到了 我们土家有那个 那么多账号 在做自媒体 总是有回事在挑拨哈 打着什么口号 支持谁支持谁 其实 其实 近一段时间哈 几个月以来 得到了很多 不妥好意的人的那个挑拨 他们总是想把土家那个兄弟哈 欢来呼去的吵 其实不是我们村子里面 说什么小伟在什么 又在搞什么事 小伟从来没有这个想法 既然小伟给家人们今天谈到了 小伟是村民代表 我自己也在做自媒体 我只是想 我们村子里面的人 团结起来 不要因为一个人说支持你 就去损坏 去跟其他兄弟 走远 以为你 已经有人支持了 不需要这帮兄弟了 其实说真心话 十年过后 二十年过后 大家兄弟走到一起 再分享起这段自媒体的过程的话 我想 有些人可能会高兴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自媒体 如果说这样长期发展下去 像我们土家那些兄弟姐妹的话 可能也是自媒体把我们的情感 全部给 抛远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